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我们天天一打开都是在讨论政治的节目 几乎天天都在讨论 这个也是难免的 因为总统选举要到了 大家喜欢要听听政治的东西 但是广播、电视、网络 在9月9号要来开新书发表会 那么这场新书发表会 所以9月9号就是下下礼拜六 9月9号是重阳节 很容易记 下下礼拜六要在高雄开第一场新书发表会 然后这场新书发表会比较特殊的是 我的女儿也出了新书 出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 叫做《夏卡尔的星空》 所以变成是我们妇女新书发表会了 她出的新书和我出的新书 同一天开新书发表会了 阿发哥也讲过了 其实我一直给女儿讲啊 文学的路是很难走的 很辛苦的 当一个文学家 当一个艺术家 我所谓很难走 就是说台湾这个社会呢 你要当一个艺术家 靠画画、靠写作来生活是很困难的 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 它不像欧洲 它可以艺术家 可以靠卖画 可以靠写作的书本 靠它的版税 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尤其像日本 一个画家 一个文学家呢 是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 因为日本人爱念书嘛 日本人对艺术的素养 他们一个有钱的人 他们愿意用很高的价钱去买一张画 一个画家卖出一张画 他可以一年的时间 都可以不必再画第二张画 他就够生活 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台湾是像做梦一样的事情 在日本一个有名的作家 如果写了几本畅销的书 他大概在四五年内生活都不会有问题 台湾不可能啊 花哥写到现在已经是写了将近四十本书了 我还是要每天要出来工作赚钱来过生活 我给你而讲说 你也不是没有看到爸爸怎么样当一个作家 我已经算是在台湾被称为大作家了呢 你看看我怎么过生活 所以呢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的路在走这条路呢 但是没有办法啊 他就是喜欢啊 他喜欢我也不能禁止他 我太太笑着给我讲说 你爸爸也没有禁止你写作啊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女儿写作呢 他喜欢啊 做梦都没有想到呢 他前年出了一本诗集 偶尔写诗也就算了 他今年给我说他要出小说集 而且他拿来给我看 他真的还写了一本很不错的小说 而这个出版社看了以后就很喜欢帮他出版 然后他真的哪去 这个出版社还拿去高雄市政府申请这个啊 杰出新人的出版计划 他今天真的还得奖 我根本也不知道 我女儿也没有想到 因为高雄市鼓励这个新人出版了啊 这个是你写完了一本书以后 高雄市政府他有一个评审委员会去评审 一年也不够就是 今年也不够就是有两个人得到啊 觉得书写的不错的新人 市政府鼓励啊给他一个奖金啊 鼓励他出版 我女儿竟然就是 这个虾猫蹦到死老鼠啊 竟然竟然还得奖啊 这本书还得到得到奖 然后奖著出版了 所以就出版了 那就既然是这样子 刚好发哥呢啊 发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诗集 我女儿也写了这本小说 啊同样都受到这个呃 台湾玉山社啊的青睐啊 玉山社是一个大出版社了 他说啊既然啊 你们两个都妇女在一起啊 都在我玉山出版社出版了 那就安排在同一天啊 办新书发表会 我不必跑两趟高雄啊 我说好吧那就一起办妇女出版会了啊 所以我们就两个就选在9月9号重阳节的时候 在玉书房来办这个出版会了 新书出版这个会了 那么玉书房为什么选在玉书房呢 玉书房是发哥在30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那个时候30多岁一点吧 玉书房那个时候刚刚成立 就在高四大学对面 现在高四大学对面和平一路那边呢 学对面 那个简秀啊老板和他的先生那时候做建筑啊 那个时候他们盖的房子 他们就留了一栋 经营的玉书房这种啊 餐点啊咖啡啊冷饮啊还兼化了 那么我常常在那边写作 因为他早上啊早上不太营业 他十点钟开始就有服务生在那边清扫 啊秀雅小姐呢 他我也他也很有文化了 他知道说啊吴老师他有个习惯 早上起来以后就来这里喝杯咖啡呢 那张桌子你就留给他 他当常在这里写作 所以我有很多的当时成名作了得奖的作品 像春秋茶室啊秋菊啊都是在那里写写出来的 那所以变成是我一个写作的圣地了 所以我新书发表就选在这里 好几次新书发表都选在那里 现在这个艺术房因为他缩小规模经营 这个在和平路的这个店面啊啊就没有经营了 他后半段的后半段就在林泉街了 就是前半段这个店面租给人家了 后半段的店面就在林泉街继续经营 啊在林泉街后面就是这个现在的啊 艺术房后面的林泉街八项三十号啊 他在那边继续经营那空间还是很大 所以九月九号的下午三点钟啊啊 啊我们妇女会在那边召开啊 妇女签书会了 那么啊陈市长会来 那么高雄市的所有的几个好朋友 重要的文学家也都一起来 大家来讨论一些文学的问题 我出的诗集啊 我上礼拜六上礼拜五讲过了 就是雅各福尔摩沙 我写这个诗集大概的内容 还有非常很很奇迹式的一个遭遇 使得我写的这本诗集的过程我讲过了 那我女儿也是写的这本小说 也有她非常传奇的一个遭遇了 使得她写的这本小说 她这本小说叫了夏卡尔的星空 夏卡尔 夏卡尔如果学过美术的话 你都知道夏卡尔是谁 我女儿恰好就是学美术的 在大学是学美术的 她喜欢画画 她画画也画得很好 她现在有两三张画 现在正在西班牙 受到西班牙的欣赏 在西班牙巡回 画廊里面巡回展出之中 那么夏卡尔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画家 她的祖籍是白俄罗斯 她是白俄罗斯的画家 她白俄罗斯的画家 但是在共产党革命以后 被共产 她讨厌共产党 因为她是犹太人 所以她离开了她的祖国 流浪到欧洲 巴黎啊各地方 然后她画她很多的画 画她家乡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画得非常优美 但是画她的家乡呢 她把那些家乡的鲁牛啊绵羊啊 各方面的这些家乡的景色呢 都画在飘浮在空中啊 鲁牛绵羊啊等等啊 麻啊 朗啊 古养的金碎红金都画得飘在空中 表示像梦境一样 回不了家乡啊 所以只有在做梦之中啊 梦境啊 啊 可以飘浮在梦境之中这样 所以她画得很漂亮 但是她看得很优秀啊 非常忧愁啊 所以夏卡尔这张 把牛啊绵羊啊 画在飘浮在空中 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啊 变成20世纪伟大的画家之一 除了皮卡索以外 我问你啊 为什么把这本小说 其中的一篇小说 叫做《夏卡尔的星空》 啊这本书 她就命名为叫《夏卡尔的星空》 啊她这个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的 所以花哥呢 今天呢 就有一点 不好意思 我就来介绍她的小说 这篇小说在写什么 你也看出来她 啊 我女儿的世代 和我们这个世代的文学家 他们的思想 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还有我们的时代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二三十岁写小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碰到台湾的政治戒严时代 所以我们写的小说都很有很深刻的台湾的任务 思想 使命感 但是我们女儿这一代不太一样 她们的想法的宽度广度和我们不太一样 《夏卡尔的星空》 这篇小说呢 啊 今天我就来讲 我女儿写的这篇小说在写什么 我女儿在念书的时候 她是念美术系啊 啊 这个学校里面就有 在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的交换生吗 啊 当时 马云九 在当总统 所以 中国有很多的交换生 来到台湾嘛 或者是外国的学生来台湾当交换生 我女儿在念的美术系里面 正好碰到有一个 蒙古来的交换生啊 蒙古 你知道蒙古 现在 讲到蒙古 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蒙古共和国 它已经成立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啊 以前叫的北蒙古 就是北方的蒙古 它现在是蒙古共和国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叫的内蒙古 就是国际上称为南蒙古 还是中共统治的 但是你知道蒙古共和国的蒙古 都是蒙古人 内蒙古外蒙古都蒙古人 蒙古共和国的人口有三百万 但是被中共统治的内蒙古有六百万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呢 和台湾有交换生 那个时候有交换生呢 我女儿的这个学校里面 他们附近的班上有来了一个交换生 中国的交换生是蒙古人 所以他们就变得很稀奇 那交换生里面有蒙古人 也有印度来的 也有尼泊尔来的 所以那个交换生里面 有印度人 有尼泊尔人 其中有个蒙古人 那这个蒙古人呢 会讲北京话 因为是中国统治的 所以会讲北京话 虽然不是讲的很好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蒙古人 很有兴趣了 讲到蒙古嘛 很有兴趣 也因为这样他们就认识了 认识了以后呢 同学就喜欢找这个蒙古的同学呢 交流了 这个叫做末日根呢 这个蒙古学生叫做末日根呢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 这个迎接新生的时候呢 就和他认识了 认识了 大家在那边跳舞啊 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 第一次碰到他 在校园里面找不到教室 找不到画画的教室 这个班上同学就问他说 你是要干嘛 他说找教室找不到 你们学校实在太大了 像皇宫一样这么大 他说哪有我们学校大学 也不够普通大而已啊 他说没有了 我在蒙古我们学校没那么大 同学问他说 你们蒙古那个大学 你那个学校 美术学校有多少人呢 他说我们全校只有八个人 他说难怪这个大学 在你看起来 像这个皇宫一样那么大 但是我们的草原很大 一望无际啊 虽然我们学校只有八个人 美术系八个人 但是我们草原 无限的大 那么后来到了啊 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喜欢他 那开玩笑就带他说啊 去逛逛嘉义的夜市 那你就知道 那个大学叫哪什么大学 佛光山办的这个南华大学 那么他们去逛夜市的时候 就啊看到这个啊 夜市 那蒙古人他很有兴趣啊 因为台湾的夜市 他想到夜市 就想到蒙古草原的市集啊 蒙古草原有定期的市集 市集是很盛大的事情啊 结果他来到嘉义的市集一看 这个市集和我们蒙古草原的市集不一样嘛 我们蒙古草原的市集是很严肃很神圣的 很难得一年才几次的市集嘛 但是这个市集呢 非常的吵闹还有打蛋猪的 还有那个种种啊 然后还有在卖奶茶的 大家就买那个珍珠奶茶给他喝一喝 你叫做奶茶怎么样啊 这是我们台湾有名的奶茶 这个蒙古生觉得说 这怎么叫奶茶啊 我们蒙古那杯奶茶是用鲜奶 然后加酥油 然后加肉干一下去 真的用打打打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们说珍珠奶茶多好喝 我和蒙古的奶茶喝起来 还是觉得蒙古奶茶好喝 台湾学生觉得惊讶 哈 奶茶里面还加肉干 这还叫奶茶 他说蒙古奶茶就是这样啊 那么在这边的时候他也看到说 诶 有一个摊子叫蒙古烤肉 蒙古烤肉你知道 台湾的蒙古烤肉 就是一个大的铁板 不是上面肉片嘛 他说这哪叫蒙古烤肉 蒙古烤肉是整条羊去烤烤了 又撕开用小刀切了这样吃的 我们蒙古没有像这样的蒙古烤肉啊 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夜市里面 末日根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来 后可就帮我们等 各位台众 明明我是五金发哥 这个时候呢 那个末日根啊 在那个摊子里面 蒙古烤肉摊里面 看到一个老板娘啊 在收拾那个盘子 在洗啊 突然那个老板娘回过身啊 对着那个蒙古烤肉的 摊的男孩子啊 中年人啊 讲了几句蒙古话呢 他吓了一跳 那个留学生末日根啊 听到蒙古话 就觉得很亲切 就跑过去和那个老板娘 用蒙古话讲了一堆呢 那个老板娘正在洗的盘子 吓了一大跳呢 头抬起来看着他 瞪眼睛瞪得大大的 然后就开始讲了 然后就讲了 这些同学吓了一大跳 他说你们在讲什么 他说我们在讲蒙古话 那夫人家说你蒙古人啊 他说是 怎么会在这里碰到 年轻的蒙古人啊 他说我来留学生 当当这个这个 留学生啊 当那个交换生啊 哎呀故乡人啊 啊 我告诉你啊 我家收摊以后啊 我家就住在哪里哪里 再写个地址给你 以后你有假日有空啊 你就到我这里来 啊在这里难得碰到故乡人啊 你有空就到这里来 你假日有空就到这里来 啊有空到我家坐一坐 我坐一坐 啊我来这里啊 十几年了 从来没碰到蒙古人啊 太好太好了 那么这件事情 就引起了一个姻缘了 那后来就认识了这个老板娘 末日跟终于有一个 可以谈话的人了 这个学生啊 就礼拜这个假日的时候 夜市就会找他去谈 那原来这个老板娘啊 也是蒙古人 在蒙古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 原来她的爸爸妈妈 是偷偷地在拜这个达赖喇嘛 因为你知道 喇嘛教也是姓这个达赖喇嘛 蒙古的也是西藏都是 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呢 拜达赖喇嘛是犯罪的 所以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的时候 她的亲戚赶快在中途拦截她 说你爸爸妈妈被抓走了 你躲到我家里来 就躲在她家了 然后趁着机会呢 让她呢 用别的身份啊 偷渡出去了 然后来到台湾了 然后呢 认识了这个先生 这个先生是一个苗栗的客家人 经过这个外籍新娘介绍 嫁给这个客家人 然后就在这里摆摊子 这样围身下来 那今天呢 碰到这个蒙古人 那末日跟后来呢 和她混熟了以后 有一天啊 下滩的时候 她一起帮忙 帮她卖蒙古烤肉干什么 有一天下滩以后她说 到我家里来 到我家里喝两杯了 她说这么晚了呢 都没有关系了 我家那个老王啊 他回家了 他去睡觉去了 我们两个喝两杯了 到他家里去了 他家是客家人啊 他们就回家了 他东西收一收 已经晚了嘛 他先生就上楼睡觉了 他说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同乡 你们同乡对同乡 你们聊 你们就聊你们的了 聊一聊啊 那因为喝了两杯 老板娘说 哎呀 他摸了干啊 你听过码头琴吗 他说 有啊 爸爸以前会拉 我这次码头琴啊 很久没拉了 我拉两段啊 横两段啊 他就把墙壁上的码头琴拿来 拉了两段 他先生一拉 他先生从床上跳起来 从楼上又冲下来说 哎呀我的妈呀 现在三更半夜啊 你们在搞什么啊 你们聊天可以 喝酒可以啊 你这个码头琴一拉 拉得那么悲哀啊 上下邻居 这是公寓耶 不是你们蒙古耶 哈 怎么可以啊 这两个说 那蒙古太太讲 你看 我们两个啊 我们两个蒙古啊 离开了草原啊 连拉个琴都被人家禁止啊 你看看 多痛苦啊 他两个人都三男泪下了 然后呢好吧 琴也不能拉了 我们就这样吧 那喝吧 就喝了 那么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呢 后来放假的时候 所有的留学生都回家都回家 回蒙古都回 印度都回印度 回尼泊尔回尼泊尔 台湾人都都回家了 甚至在末日根宿舍里面 一个人没事啊 整个空荡荡的 他有一天自己就到夜市去找这个蒙古老板娘 刚好那天他没有来 他就在摊子里面喝啤酒 喝得大醉 醉了以后就在嘉一街上 颠颠倒倒 颠颠倒倒 然后突然明明然之间就看到呢 街道旁边有一片草原啊 他就躺在草原上 躺在草原上 看星星啊 觉得就看到天空啊 星星里面 夜空啊 草原里面 马啊 牛啊 羊啊 都漂浮起来 想到家乡的父亲啊 父亲是个勇士啊 但他已经是过世了 为什么过世了呢 因为有一天他父亲啊 也是苦闷啊 因为在蒙古啊 中共那边禁止他们在讲蒙古语啊 他爸爸什么都不吭声啊 中共一连串的在内蒙古实施蒙古文化 禁止蒙古文化 禁止讲蒙古语 他爸爸越来越苦闷啊 他爸爸欲感到蒙古文化 被中国要消灭的那种痛苦 有一天说 骑了马 什么都没讲 说要去寻寻看看 下雪呢 下那么大呢 那个围在山谷里面的羊群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去看一看啊 天亮之后呢 他爸爸没有回来 部落里面讲有点 有点事情啊 所以旁边的叔叔伯伯呢 就骑了马去找了 在半途发现那个马啊 就停在路边啊 他爸爸竟然就坐在马上就死 冻死在那边了 他想到他爸爸呢 应该是自杀了 喝了烈酒以后呢 苦闷啊 骑着马出去 明知道这么冷的天气 是要死人的 他爸爸就是这样冻死了 他正在想着这些伤心的往事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他被人踢了一下 喂 喂 少年的你在冲啥 你在冲哪 然后是原来是来了个警察 把他叫醒啊 派出所的警察举的警察 你在干什么 怎么可以在这里睡在公园里面 这是公园啊 你在睡在这里啊 把他叫到派出所去 拧拧拢拢啊 勉勉强强 才知道 哦 这个家是蒙古来的交换生啊 所以呢 这个警察也蛮客气的 知道他交换生啊 所以啊 你们放暑假啦 放暑假怎么没有回家啊 他说我没有办法回家啊 我家在内蒙古啊 我要回去我就回不来啊 我交换生啊 我还没有满啊 我可以 我要交换两年啊 那警察很亲切是嘉义乡下的警察 还请他吃了豆浆烧饼 两个都聊起来了 哎他就 这个警察就对他很有兴趣啊 你们内蒙古听说在骑马啊 什么什么你会骑马吗 他说我会啊 我从小 我们蒙古人哪有不会骑马 不会骑马 还算蒙古人吗 就聊得很愉快 那乡下的警察说啊 我从小只有骑过牛 没有骑过马 聊得很愉快 那警察还替他复了早餐 还有那个 他说哎年轻的你蛮有趣的呢 哎礼拜天啊 你可以来找我聊天啊 暑假你没事啊 你在派出所来没关系 我可以陪你啊 我们两个年龄也差不多啊 我比你多没有几岁啊 我家里穷 我才会来念警察学校的啊 因为这样啊 就和他变成好朋友 和这个警察 要走的时候他给警察讲 警察给他 那你口袋里面没有钱吧 没有钱坐进车回去学校吧 你们学校在很偏僻的啊 南华大学在甘蔗园里面啊 付给他钱啊 老头你有工就来嘛 来我这边坐聊聊喝喝茶 泡泡老人茶嘛 就这样变朋友 因为这样变朋友 默认跟连同学也带去 结果和这个警察变成好朋友 一群好朋友 年龄差不多啊 连我女儿也和他警察也变朋友 结果后来警察 越聊越 越 谈得来都是乡下人啊 和这些大医生讲说 欸你们既然没事啊 你们暑假快要结束了啊 欸你们有没有去过 肯定的那个大草原啊 学生说没有啊 欸你们蒙古的同学说大草原 我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个大草原 让你们蒙古的同学呢 看看台湾的大草原啊 你们蒙古大草原 我们台湾也有大草原啊 他就说真的吗 他警察说我刚好有廉价 我带你们去啊 所以最后大家就 真的 两三个同学和我女儿在那边 跟着这个蒙古生就去看 墾丁的续海大草原啊 沿路上就描写了那些景色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你去过墾丁的大草原吗 法克尔去过那边带学生去过啊 那个大草原是其实是一个牧场 种了那个 然后我知道有一段时间那个大草原 是被联勤总部后面啊 那个很大啊 在台湾那里很大 是高雄两个建筑商把它买下来 然后在那边养了几匹马 我还去看过马 他生了一个小马 那请了一个贫补组的工头在那边替他养马 那贫补组的那个 那个建筑商的商人很神秘 人也很低调 偶尔礼拜天去骑那个马 跑一跑马 那贫补组的工头呢 礼拜天他也赚一点外块 加了一辆牛车呢 礼拜天很多人跑到续海去嘛 续海大草原去嘛 他就把牛车开出来 哎 坐牛车一个人五十块 哦 他一个礼拜天礼拜六哦 会赚好几万一两万块的那个外块呢 好这个就不谈 他们就去了以后 莫日根看到那个草原 就说好失望 这就是你们台湾的大草原哦 他说啦 不是草原啊 他是在我们蒙古 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小草地啊 池塘边的小草地啊 什么大草原 他显得看到那个续海大草原本来很兴奋 大家看到他呢 走离开了大家呢 他一个人在草原里面很孤独的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大家一直说 哎 莫日根 他也没有回头啊 他也没有回头 一直往草原那边走去啊 直到他在孤独的想念家乡没有理他 大家那边嘰嘰嘎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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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觉得在那边拍照 在那边很高兴的时候 突然在草原的尽头那边 突然看到一个人骑着马在那边 飞奔在那边 大家圆圆一看 那不就是莫日根吗 就看到莫日根啊 像活了一般啊 升龙活虎的 就骑着那个草原的马 在那个去海大草原奔跑 像风一样奔跑 往左边跳下去再跳上马背 再往右边跳下去再跳上马背 完全变成了一个人 升龙活虎的骑着那个马 奔跑奔跑奔跑 好像要把所有的生命力都奔跑出去一样 跑跑跑跑跑跑 在草原里面奔跑 大家都吓了一跳说 平常这么安静的莫日根 怎么样变成了像风一样的 像英雄一样 成奇事案一样的莫日根呢 眼看着从那个草原上飞奔 而且冲向海的方向去呢 他跳得像莫日根 可能心里在想着 通过这个草原冲过这个海峡 可以直接到韩国 从韩国再绕过去 跑过满洲 就会回到我的故乡 蒙古大草原 眼看着他的影子 渐渐的消失在草原上 往海的方向冲过去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直接到草原的尽头 莫日根消失的声音 小说到这里结束 听众朋友 你听了感觉怎么样 这篇小说是我女儿所写的 也已经和我们不一样 他用非常抒情的笔调 写出了一个这么动人的小说 而且以前我们关心 我们那个时代关心的对象 是我们台湾人自己 但是我们女儿这一代 因为在大学时代就已经交换到 各地的交换生了 所以她已经开始关心到蒙古 印度尼泊尔 这些不同的国籍的人的人权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新的一代的视野 在某一些方面 有一些年轻人 视野变得更狭窄 但是有一批年轻人 看得更长远更开阔 比我们完全不一样 思想也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法科这样讲 不是向大家吹嘘我的女儿 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介绍她这本小说的其中一篇小说 来替大家了解她这篇小说 到底在写什么 我女儿这一代她们在想什么 她思考什么 她写完这篇小说的时候 就是有一天晚餐的时候 爸爸我要出小说 我说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过 你说你要写小说干嘛 怎么就是要出小说 她就拿了这篇小说给我看 我只有默默看完以后 心里当然我是心里想 很震撼 她怎么可以有办法写出这样的小说 但是心里面嘴巴还一直给她念 但是你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写作很辛苦呢 爸爸写作一辈子 你没有看到那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吗 你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你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 作为一个父亲 心里有多矛盾吗 一方面是 啊不会说呢 一方面是讲说 上天赐给她这种 这种东西只能说 上天赐给她的才能啊 没有才能怎么可能去写出这样的一篇东西呢 但是另一方面就讲 这种才能会让她很辛苦啊 我可以看得到 我写了之后一辈子 难道不知道要过很苦的日子吗 在物质生活上是要非常非常苦的啊 尤其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在那个时代 发哥在写作的年代 我的小说还可以在报纸复刊发表 还可以得到很多的稿会呢 一篇小说可以得到一两万块的稿会呢 现在连发表的小说的地方都没有了 写作很辛苦 所以最后呢 发哥也是要拜托大家给我两分钟 写作很辛苦啊 文学很辛苦啊 所以我不得不要推荐这个产品 也替农民帮个忙 发哥推荐给大家的北大武山的咖啡 民权农场的凤梨干 帮忙他们 现在又被中共打压我们农产品 芒果干什么都打压 还有发哥辛辛苦苦 从日本宇治所引进来的宇治抹擦 最高级的抹擦 要帮忙我们写作的路更顺利 让我们不那么辛苦的走来 拜托你帮这个忙 要订购这些农产品的 请你打 0910-699-087找吴小姐 0910-699-087找吴小姐 或者是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 0983-468-356找吴太太 宇治抹擦北大武山咖啡豆 民权农场的凤梨干 多谢你们 多谢你 民权农场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君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各字幕志愿者 杨茜 呀嘛呀嘛,我贵地。